翻译&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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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常感谢大家齐聚一堂来进行技术方面的交流 然后今天的话我主要会介绍Java9中的一个核心的项目就是JEEXO项目 然后这个项目是实现了Java平台模块化系统 这是一个贯穿基本上整个Java9全程的一个非常庞大的项目 我会从概念实践的不同角度来介绍它的主要内容 然后我先简单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觉得杨茜茜来自于Arco北京研发中心 然后我现在目前是带领着北京核心内库组 我觉得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我们在OpenJDK社群或者是直接通过个人的Email进行交流 今天的议程主要是分为四个方面 第一个是我们先干扰性的看一下JEEXO项目 也具体的有哪些内容 然后第二部分呢 我会把从Java平台模块系统里边新增加的一些新的概念进行一些介绍 然后第三块我会根据一些实际的应用场景来进行一些举例和讲解 最后一块的话实际上跟模块化没有一个必然的关系 其实最近的话 Arco发出一个倡议 Java未来的发布模式 发布周期都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我会用一两页的PPT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 好 那我们首先从Ghost项目的简介开始吧 大家可能一直有这个疑问 为什么我们需要一个模块化系统 或者说Java平台本身为什么要进行模块化呢 实际上我们在日常开发中 其实我们都会用到ClassPass ClassPass其实非常简单 而且也很强大 但是呢它也有它的局限性 比如来说其实我们把不同的 比如Class文件啊 架包啊 都可以直接放到ClassPass里边 但是本身呢 其实架文件并不提供Boundary 所以说我们无法知道 就是它本身并不是模块 这样的话 其实我们就是不同的组件之间的 这种依赖关系 其实是非常隐晦的 我们并没有办法直观地把它表述出来 或者之间的去理解 然后所以说比如说我们把 把同一类括的不同版本啊 然后都放到一个ClassPass里边 其实具体的行为会是怎么样的 这个实际上是待定的 有可能在实践中去出现问题 ClassLoading呢本身也非常复杂 有一些完全能够理解呢 实际上也是需要很大的困难 而且有的时候会出现无法解决的 非常难以解决的问题 然后另外一个角度来是说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知道 现在JDK这个安装包的大小 Java本身变得越来越庞大 然后其实Java应用是非常广泛的 其实我们要适应不同的大小的设备 比如说从最大的就是我们像Oracle用的 一个Salozix这样的一个调优的 Java1亿的服务器 再到很小的很小的device 用嵌入式设备 Java实际上虽然它有不同的profile 但其实这也在这个网络中 其实是增加了非常多的复杂性 然后另外一个就比如说在云计算 现在越来越成为一个潮流 其实这里边就增加了新的需求 比如说我们在生产性的中 可能有成千上万或者是更多的image 比如Docker image 类似这样的东西 或者是VM的image 或者一些其他的东西 你会发现空间大小 现在并不是无所谓的事情 而是其实很多场景是非常care的 那GDK能不能变得更精简 或者按照我的需求来说 我去掉那些要拥动的东西 这些都是GDK项目要解决的问题 我举了一个例子 这个是以前Mark Greenhold 他来演示 一个普通生产系统里面 class path可能是什么样的 大家看 这样的一个class path 其实我们根本就无法看出来 哪些类枯之间存在的 什么样的依赖关系 这是无法 人类是无法理解的至少是 所以这个GDK项目的目标 它主要是提供两方面的能力 第一个是希望可以能够明确地显示的 进行可靠的配置 也就是把组件之间的依赖关系 彼此对外提供什么 有哪些需要 其实明确地表达出来 然后第二个是提供墙的封装性 我们其实以前做过统计 就是Oracle内部的 比如说像Unsafe这样的internal的API 虽然很早以前 在使用上面就已经明确地声明 其实这些东西是内部的API 它并不是保证会怎么样的 对吧 但其实用到非 就是非公共目的的这种API的可能性 其实非常大的 因为我们的模块没有提供任何这种限制 所以说这也是GDK要来解决的问题 然后我可以说简单带来的好处就是 因为我们可以非常明确地定义这个模块关系 那从可扩展性啊 可维护性方面会很大提高 然后由于我们进行了封装 避免暴露的更多细节 可能安全方面会有很大的改进 然后由于我们可以进行更明确的优化 这样的话性能也会有更大提高的潜力 这样的话性能也会有更大提高的潜力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 GSR376 Java Platform Model System 这是GDK项目的核心 它主要由六个GDP组成 但这主要并不是全部 所以可以看到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项目 它从GDK本身的模块化 Java SE代码的模块化 包括新的Runtime Image 从各种不同的角度 进行了一个全面的改进和优化 然后如果GDP是在GDK里面提出的一个 相当于去Tracking Enhancement Proposal 这样的一个 process 有信息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们在Java 9里面实现这个GPMS 可能主要分为这么多方面的工作 第一个是说 既然我们的语言层面 增加了模块这个概念 这样的话我们先用的API 就要新增加 比如说操作模块 操作Layer 操作Config Recent这样的一个API 然后要对原有的 比如说Class Java Line Class 这样的类也进行扩展 因为它很多角度 它原来并没有设计 模块相关的方法 另外一个 比如说我们像 Java SE Java这种日常中天天会用的Command 它本身也需要添加新的Option 以支持模块方面的不同需求 比如说一个很直观的 比如说原来我们去用Class Pass 既然有了Module 我们就有了一个更加完善的Module Pass 这个方面都是要支持 然后有一个非常强大的工具 叫G-Link 它是我们以前 其实我们在写加法程序的时候 通常都会说我们有一个编译阶段 也有一个运行史 现在G-Link工具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阶段 就是Link-Face 当然这个是可选的 我们可以利用它来创建 包括相应依赖关系的这样非常经典的运行环境 后边我会有例子来演示这个 我们可以看一下Java SE相关的 存构出来的模块 Java.base 这个是最核心的比如说Java Long Java U2 这些最基本的API 然后其他的 其实大家从名字上就可以看出非常直观 就是按照相应的功能进行的划分 比如说我们去做Swing AWT相关应用 可能就会用到Java Desktop XML相关的处理就会用到Java.xml 然后有一点我想介绍一下 就是这里边也比如说Java SE Java SE.1E这样的Module 它其实是不包括任何的SaaS Code 它是对其他Module的一个聚合 所以说我们在实际的项目的规划和开发中 也可以用这种方式 就是我们在实际的项目的规划和开发中 我们在实际程之外可以做一个规划 这样来明确我们的目的 然后我们仔细看一下 增加了哪些概念呢 第一个当然就是Module 然后既然呢 除了我们最常见的就是普通的Module 还有Unnamed Module Automatic Module 后面我会介绍一下 然后对Accessibility Readability 都是GDK 那样新增的一些概念和要求 比如说模块 我们最常见的普通的模块 那就是我们显示命名的模块 然后如果我们把Java file 比如说以前普通的Java file 放到ModulePath里面 CDK呢会根据一定的规则 为它生成一个名字 这样的话就自动的把它变成了一个 Automatic Named Module 然后如果我们还把很多Code 比如还是放到ClassPass里面 这个Option还是存在的 那它实际上是以Unnamed Module的形式存在的 不同类型的模块 其实在行为上是有 或者说具体的应用中会有一些区别 比如说Unnamed Module 它会对外导出所有的 它Read的所有的Module 因为它的依赖关系 其实是无法确定的 但是呢 普通的Named Module 并不能去访问它的里面的公共类型 然后Automatic Module 因为它就是普通的家包 它并没有描述我依赖什么 或者是我对外输出什么 所以说Java系统也会默认地对它进行 比如Read All Export All 然后我们来简单地看一下Module 首先Module它是显示的命名的 它会有一个名字 它是自我描述的 比如说普通的Module 每一个都有一个ModuleDiscributor 我们会写一个ModuleInfo.java 这样一个文件 来描述 后边我会有例子 就是来描述它 对模块定义的各种细节 然后我们的一个Module 在生产系统中 它可能会以不同的形式呈现 比如说最常见的可能就是 包含了ModuleDescript 这样的一个Module架 一个架file 然后也有可能是JMOD file JMOD是Java9里面 推出的一个新的格式 因为JDK本身就用到了这种模式 是因为比如说最基本的API 其实有很多Native code 这部分东西需要放到 跟JMOD 利用JMOD的格式打包在一起 当然我们也可以直接比如说编译到文件系统上 以一个文件目录数的这种形式来放 这也是合法的 我们来看一个典型的Module 这是JDK里面JavaNaming 这一个Module的一些细节 比如说request关键制 这个是表明JavaNaming这个Module 它依赖于哪个Module 然后expose关键制是来表明 它对外提供哪些接口 然后我们也可以在expose的时候 指定到哪个模块 这样的话也就是说 它对外提供的比如说相应的package 仅仅对指定的这个Module是可见的 然后use和provise关键制 是和service provider相关的一个概念 就是比如说我们可能会利用service provider 我自己实现我自己的文件系统 如果要是对外提供服务 或者我用到其他模块里面定义好的service provider 就需要用到这些关键字 然后accessibility 在JDK9有一个非常大的变化 就是比如说以前我们写Java程序 只要是public的类型 那public就是public 但是对于Java9来说 其实public未必是public 这个话可能有点恶好 是说只有当我们把它显示的导出的时候 expose出来的时候 它才是真正的对其他人来可见的 才是真正意义上的public 如果我们不把它导出来 那仅仅是我们module内部 这个范围内是public的 然后也可以指定在比如说 对于某一个模块 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个 前面提到这个 expose2 这样的话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public 是针对指定模块的public 在这个模块的这个模块 这个模块的这个机制是一致的 也就是说我们可以通过这个 add xpulse 这种关键制 来实现 同在module deep screen 里的时候 显示来说 就能够出写同样的效果 readability 是说 比如说我module x 它request module y 这样就表示它要需要 它raise module y 然后这个关系 如果我们用了transitive的这个关键制 就可以把这个raise这种关系 传递 因为有的时候 比如说像这里面举的例子 x依赖于q q依赖于y 那是不是代表着 我x就可以raise y了 如果有需要的话 那需要加上transitive 这个关键制 同样的 也可以有相应的命令行参数 来显示的去 比如说如果我们原来 在定义module info的时候 没有写上 那我们可能在生产环境中 根本来不及去改source code 重新编译 对吧 那我们就可以用这个命令来替换 对于反射机制呢 也有一定的影响 比如说现在很多的开源框架 就用setaccessible 这样的方式来访问 非public的元素 那 从加往模块化本身的一个 一个基本的一个初衷 就是进行封装 这里面就存在了一定的冲突了 所以加往模块化 本身也对这个方面 进行了一个限制 但是由于有很多的第三方的应用 类库是严重依赖于这个方面的 所以说根据四期中的讨论呢 是加往9的目前呢 在这方面还是采取了默认的 加往8中同样的行为 但是在未来的版本中 如果要是比如说第三方的类库 已经完全进行了升级 那可能就不需要这个 这实际上相当于是一个workaround 那我们可在未来的版本中 这种限制可能会变得更加严格 这本身也是相当于是 强制进行更好的practice 当然也有一个qswitch 这样一个switch 可以显示的去允许这种不合法的access 然后加往模块里面呢 也提供了一些相当于是 折衷的一些办法 就比如说我们可以把module 加上open 关键字 这样的话就相当于是 把它的package 都针对反射相当于open出来 也可以把open 关键字 用在某一个package的生命上 它的命令行参数的对等的是 add open 比如说我们可以把open 关键字 放到module的生命前面 也可以用opens指定某个package 然后下面我们来看一些具体的实例吧 前面讲的大概都是很繁琐的概念 比如说最基本的 我们在没开发之前 我至少想看看module是什么样的 或者说有哪些module 那就可以用比如说java 一个option叫list modules 来列出所有的module 或者是某一个module的一些细节 然后那我如果有了module的sus code 我怎么编译呢 如果是以前的应用的话 我们是比如说大家 天天用的java class pass 然后指定sus code 对吧 某个话以后 我们就需要指定 比如module pass 比如这里边 它依赖的那些module 然后atmodule是说 有些module 其实它默认是不在所谓的rootmodule里 就是说它虽然在 但是并不是默认可见 我们需要显示的要求它可见 然后指定modulesus path 这样它就会编译出来 然后在运行时呢 我们你看 这是一个module应用的运行 其实和我们以前执行一个 用class pass 执行一个java file是非常相似的 所以这个也非常容易上手 新的模式化 GPMS模式化应用到底是什么样呢 比如说这是我随便创建的一个demo应用 原来有可能我们比如说src下面 会放上不同的package 不同的sus file GPMS的模式化应用 会把不同的module放在相应的目录里面 然后每一个module都会有一个 这个模块描述服务文件 在这里面 就像我们前面看的例子一样 会显示的声明它对外提供哪些东西 它依赖于哪些东西 然后我们可能有很多现成的应用 那我们针对它们怎么进行模块化呢 或者说我们如何让它运行在 模块化的java平台系统上 如果我们还是按照传统的方式 比如说还是用原有的命令 把东西都放到class pass里头 然后执行的话 其实它是以unnamed module的方式去执行 java平台模画系统呢 因为它是语言层面新增的这样一个概念 所以说从本质上来说 它并不是非侵入性的 也就是说其实不管您需要不需要 它都会有一定的影响 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是用传统方式 运行java应用 可能最好是用java9重新编译 重新运行来测试是否有兼容问题 然后我们也可以尝试 对现有应用进行模块化 这里面可能有很多的现实问题 比如说我依赖的第三方库 可能还没有模块化怎么办呢 我希望像模块一样来用它 那比如说就是可以用我们前面提到的 automatic module的这种形式 把它放到model pass里面 根据jdk自动生成的名字 来指定这种依赖关系 然后我们也可以把我们的应用 完全按照新的模式来重构 我这边举了一些可以来参考的思路 JDK9里面提供了一个 实际上JDK8里面已经有这个命令 然后9里面进行了增强 我们可以用JDepth这个命令 直接来分析不同架包之间的依赖关系 和相应的对某个模块的依赖关系 然后这样的话我们就对这种依赖 有做到心理有数了 然后这个命令甚至可以直接生成相应的 model info这样文件 我们可以依据这种分析出来的依赖关系 和生成的model disquisitor 进行相应的重构 当然这实际上也还是会 因为我们自己去实验过模络化 比如说最常见的一些开源应用 实际上发现还是有很多问题的 就是比如GPMS它是禁止循环引用 或者是不同的model有同样的package名字 这就叫Split Package 这些都是禁止的 但是实际上我们发现 在现实应用中这种情况是非常普遍的 所以如果进行存构的话 可能还是有很多的工作要做的 然后很多应用 其实对GDK原有的一些文件 或者原有的一些行为是有一定的依赖的 比如说我们就发现有的动态语言的平台 它会在启动的时候去访问这些文件 Tools.jr, RT.jr这样的文件 那这种我们需要再怎么做呢 因为GDK9里面其实由于切换了模络化系统 这个根本就不存在了 所以可能还需要具体情况去解决先用的解决方案 比如说我们在处理先用的地方 我们就是用新的JRT文件系统 用这个新的API来替代原有访问Tools.jr的这样的一些功能 当然可能还有一个更常见的问题 就是我们会用到很多GDK里面 非Public的就是JDK内部的API 像这种情况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用这JDapps工具 通过指定JDKInternals这样 来进行分析 来具体看一下 它到底依赖于JDK内部的哪些package 然后呢 第一个如果我们要是比如说 不想对应用进行存购 那我们可能就用AddXPost这种命令 把这些未XPost出来的API导出来 当然这是个临时补丁 我相信大多数应用不会喜欢带一堆临时补丁去运行的 因为这不是一个长期办法 那还有一个办法就是 比如说用相应的可替换的公共API进行替换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Viki 这里边会有一系列的具体的对应项 它会指出可以用哪些的公共API 来替换内部API 在JDK9里边 我们也把很多原来 比如在Unsafe里边的一些很底层的能力 作为公共API把它对外输出出来 有兴趣的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然后在模块化应用过程中 其实不同的阶段可能有很多不同问题 比如说我们最开始启动阶段初始化 如果我们在这个生成ModuleGraph的时候 可能就有问题 这都可以用不同的Option去进行Taposhooting 然后如果是模块访问这方面的问题 可以用第二个 DebugModuleAccessChecks这种Option 来把更多细节体进行检查 然后我们也可以把Module 相关的更多的细节日志打开 但这个在生产系统是不能用的 因为它会生成特别多的信息 然后如果我们有了模块化系统 Java产品的发布会不会有什么变化呢 我进行了一个简单的对比 比如说我们现在的应用 其实可能有常见的 比如说很多种发布方式 比如说我就把它编译出来给别人 然后它会用它环境上边的JDK 或JRE来运行 这也是一种方式 或者有的应用会为了可靠性 在它的应用里边直接打包一个JRE或JDK 这都是可能的 然后有了GPMS的模块系统 有了JLink工具 我们就可以进行更优化的发布 比如说我们把产品代码进行编译 然后我们找到特别匹配的JDK 用JLink工具 去生成一个定制的一个运行环境 这里边GVM肯定是需要的 对吧 然后仅仅包含它依赖的相应的JDK的模块 然后包括我们产品应用的代码 这样的话这个运行环境就会非常的精简 我这里有一个例子 比如说我们用JLink工具 指定它所依赖的Module 然后生成相应的Runtime环境 大家可以看到 这样的一个环境 从原来最小的 比如说我们写Hello World 加上一个JRE 它也需要几百兆 对吧 这个环境只有大概四十兆大小 这个优化是非常大的力度 前面介绍的都是GISO相关的一些概念和实力 后边用一点点时间我会介绍一些 Java方模式的一些变化 GISO里边 大家知道其实GISO这个项目 导致了Java就延期了不止一次 是因为它的工作内容远远超出了预期 而且Java并不是Oracle的Java 它整个Java社区要会对它的修改设计进行反馈 所以GISO项目其实严重的影响了Java9的发布周期 然后用户可能对于比如OracleGDK OpenGDK 这个概念也会有一点混淆 可能会或者有一些疑惑 我到底怎么才能够正确地使用这个东西 针对这个方面呢 Donald Smith 他是Oracle的Senior Director of Product Management 他发出了这样的一个倡议 首先是呢 我们要简化不同人群使用Java SE 从9GA开始 我们就计划以GPSO这个license 来发布OpenGDK的Build 然后未来OracleGDK 会逐渐把类似 Java FlatRecorder这一类的商业应用 开源捐献给OpenGDK社区 如果有人在生产系统中使用过这样的工具 你会知道 其实这个工具是非常强大的 可以比如在生产系统去对性能啊 各种问题进行profiling 所以这个贡献是非常的明显 然后呢 Oracle也会和社区里的所有的贡献者一起 保证相关的开发设施的设施 更加的现代化更加的完整 也更加一致的可以接入 未来的发布模式和周期也有很大的变化 传统的Java发布周期 其实也是基于对社区和厂商一个广泛交流下得出一个结论 因为尤其是企业用户来说 它对于Java平台的 比如说它的新特性的可预见性和稳定性 都是有很高的要求 这样的话 原有的模式实际上是基于特性的 也就是说像Java9一样 Java9这个项目没有完成 那Java9就不会发布 一直等到这个特性做完 但这种方式呢 虽然它提供了稳定一些可预定性 它也有它的局限性 就是可能会导致Java的一个发布周期变得过长 未来Macarine Holt提出的是 它希望我们改成以时间为周期的发布模式 有点类似大家去坐火车 火车到时间了它并不会等某一个乘客 那谁到了谁就上车 如果没到的话 那可能就等到下一班车 所以这种时间周期的发布模式 还有它的特点就是它的发布周期会很快 其实可以建议的是六个月的这个周期 然后可以更加方便地进行创新 比如说Java9里边好多很有意思的 像比如说更紧张的字符串 这种一些feature 其实它早早就做完了 但是Java9没有正式发布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显现中它的好处 你要等待Java9发布 你要等待可能很长的周期 但是未来这种发布模式 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 然后针对企业的对于稳定性和预测性的需求 Oracle仍然会以三年为周期 发布这种long-term support的版本 所以只要是用于商业的和购买的支持合同的客户 然后OracleJDK和OpenJDK会进一步地变成可以通用 它们的差异可能会变得更小 因为Oracle把比如说加法这样的商业应用 都未来都会捐证出来 Oracle也会持续地投入JDK 会要保证它开箱及用 在性能安全各方面达到非常高的标准 我今天的演讲就在这里 谢谢